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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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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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快帮我挑豆子 小白呢 小白 你藏到哪了 你是想让我跟你玩捉迷藏 让我找你是不是 好 你等着 看你往哪藏 不在这里 有了 小白到底从哪去了呢 小白 快出来吧 里边会闷死你的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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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 小白 你在哪儿 奇怪 这小家伙藏到哪儿去了呢 莫非小白自己跑出去了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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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丢了呢 小家伙 没想到你还会隐身呢 小白 快帮我干活吧 妈妈 妈妈让我把红豆挑出来 晚上有红豆汤喝咯 就这样挑 好 看明白了吗 小白 你不愿意帮我挑豆子吗 不愿意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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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小白 笑笑 小白 快藏起来 妈妈喊我了 排骨炖上了 得二十分钟才能好 妈妈和你一起挑豆子 妈妈 你都挑好了 这么快 那当然了 妈妈吩咐的事情 我当然要赶快做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除非是变戏法 对了 一定是小丑哥走之前 给你留下什么道具了吧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不信 您找 我倒要找出来看看 哎 怎么样 没有吧 小丑哥不但什么法宝都没有给我留下 而且他还把我的新漫画书拿走好几本呢 害得我好几天都没有新书看了 这个可恶的家伙 等他回来我非得和他算账 好了 你就别发牢骚了 走 到厨房帮妈妈剥蒜去 妈妈给你做蒜香茄条 遵命 哇 好香啊 我都快流口水了 你呀小蝉猫 妈妈 蒜在哪呢 在微波炉上的那个塑料袋里 你剥两头吧 快点哦 是 妈妈 我进屋里剥去行吗 去吧 咸蛋正好 嗯 这孩子丢三落四的 没有小碗拨开的算放哪儿啊 咸蛋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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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不该欺骗妈妈 用道具来帮忙代替自己的孝心 你知道妈妈会多伤心吗 妈妈 我真的没有 没有 那这只小天鹅从哪来的 难道是从天而降的 妈妈 它真的是从天而降的 好 笑笑 你让妈妈太失望了 妈妈 妈妈 您听我说 小白 妈妈妈不相信我说的话 怎么办呢 小白 你等一会儿 我去把那里收拾一下 不然会扎到人的 不不不小白 谢谢你的好意 不用你帮我 还是我自己来吧 进来吧 妈妈 妈妈 我 我错了 错在哪里了 我不应该让小白帮我干活 我应该用自己的力量 来帮妈妈分担家务 小白 嗯 这是我给她提的名字 她不是道具 她是真的小天鹅 不是道具 那为什么她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小天鹅 笑笑 你可知道小天鹅是咱们国家的保护动物 不可以当宠物养的 个人饲养小天鹅也是违法的 可是 这样吧 明天正好妈妈上晚班 可以把小天鹅送到野生动物保护所 小白可不是普通的小天鹅 它有超能力 那就更不能养在家里了 要送到科学研究院才是 妈妈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咱们还是先吃晚饭吧 对了 别饿着那只小天鹅 一会儿给她也弄点吃的 好吧 小白 吃一点吧 小白 来 喝一口吧 这红豆汤可甜了 可好喝了 你尝尝 哎哟 你这样不吃不喝的怎么能行呢 哎 冬天非常的寒冷刺骨 因此这只小鸭在水中游来游去 以免冻僵了 不过它游动的这个小范围 一碗比一碗缩小 水冻得厉害 人们可以听到冰块的破碎声 小鸭只好用它的一双腿不停地游动 免得水完全被封闭 最后它终于昏倒了 躺着动眼不动 跟冰块结在了一起 笑笑 笑笑 笑笑听见没有啊 赶快起床吃饭啦 毛毛我听见了 这就起来了 小白今天妈妈就要把你送走了 可是 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啊 小白 我知道你也舍不得我 但没有办法 要是小宠哥在就好了 对了 小宠哥 小白 咱们等小宠哥回来就好了 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你送回家的 可是今天妈妈就要把你送走了 这可怎么办 别着急 小白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有了 不如你先飞到神秘花园里躲一躲 等小宠哥回来 我马上就去接你 你要是同意就叫两声 小白 你飞吧 快飞 你快飞吧 不然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小白 我会去接你的 这孩子答应了半天还没起来 小小 你在干嘛呢 还不快关上窗子 多冷啊 他走了 他飞走了 你说什么 妈妈 小白飞走了 飞走了 或许他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了 别多想了 快收拾一下吃饭去吧 小小 发什么愣呢 快吃啊 你吃你的 我去去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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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去 小小 妈妈有事先出去一趟 你好好吃饭啊 是 小小 妈妈妈的鞋根掉了 放在门口的鞋架上了 你吃完饭去帮妈妈拿到鞋垫去修好 一会儿等妈妈回来好穿着上班 对了 再把桌子收一下 知道了 妈妈 这孩子去哪儿了 笑笑 这孩子去哪儿了 好 笑笑 开门啊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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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快开门啊 别怕 这是给你伤的药 别怕 我叫笑笑 你受伤了 别乱动 小白 小白 你那么洁白 就叫你小白吧 笑笑开门啊 笑笑 妈妈 妈妈 妈妈您这是怎么了 我的脚 我的脚 我的脚崴了 妈妈您慢点儿别着急 妈妈您靠在这里 妈妈我去打个电话 你给谁打电话啊 我打一二零啊 我打一二零啊 叫救护车来接您上医院呢 不用 这点小伤还用到医院呢 那给您单位打个电话请个假吧 我已经打过了 妈妈 那您要耽误工作了 都怪我 我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怪你 我 你怎么了 那双鞋 那双鞋我没拿去修 所以才让妈妈把脚崴了 叫你 笑笑 知错就好 妈妈不要紧 妈妈 都是我不好 是 好了 笑笑不哭 快帮妈妈把药拿来吧 嗯 妈妈,水不烫了,您快吃药吧 妈妈,您吃完药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笑笑,您也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是,妈妈,我们不关,您要是有事就喊我 好 老天保佑,我妈妈能快点好起来 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让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妈妈,这是什么 这是人类的麦田 麦田是做什么的 那是人类的食物 妈妈,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中国的长城 长城真长,好美 为什么里面还有好多黑色的云彩跑出来呢 那不是云彩,那是有毒的浓烟 不要再问了,快跟上队伍 快,快,快点跟上 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 妈妈 小朋友们,当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 最心疼我们的是谁 对,是我们的父母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们的人 我们要多体恤父母 观察父母的需要 主动去帮父母做事 千万不要因为不听话 或者大意 而造成对父母和自己的伤害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父母乎抄响 抚滤,衣服请药 父母幸之安 父母教训经厅 父母则许师诚 动则问,下则则 phrase,EM 甭则些则,陈则行混 则欣赛 处笔高,半笔垫 巨盖长叶无蝶 初笔高 翻笔面 寂靠长夜无边 十岁笑 无膳为 都善为 自当愧 无遂笑 无似藏 狗似藏起心上 尽所好比畏惧 尽所无尽畏惧 神忧伤一亲友 得忧伤一亲羞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友我见识歌 亦无色人无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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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 无自保无自情 相遇险cohol戏 hablé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殊聖功德日 慈悲之夜高雄中山書坊舉辦八觀齋戒 禮拜八十八佛同名寶燦 護身即慈悲師時 宮勤戰三法師祖法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點 地點佛教中山書坊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七樓 恰循電話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藝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參加共修敬請佩戴口罩 法會直播請搜尋點書高雄中山書坊 新逢觀世音菩薩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呈一百萬倍 慈悲之夜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特舉辦八觀齋戒 祭禮拜大悲燦法會 宮勤廣護法師祖法 及法務指導僧眾共同領眾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八點半開始 地點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0號 電話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藝共睦佛恩 疫情期間參與共修 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時尚神宮位於奈良天理市 命令演映的不留山上 是日本第一座神社 時尚神宮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 神社內自由放養了三十多隻的雞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神社內有數十隻自由無居的雞 在四處走動 據說故事曾有雞之啼叫 放醒了神社的神靈 及時平息了一場災難 因而神社便將雞之珍愛保護者 神社旁的山邊古道 神社旁的山邊古道 也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以八世紀史書日本書記中所記載 這是日本最古老的道路 高大的劇目散發著沉穩的氣息 譬如諸神守護千年的平靜歲月 為人逛 publisher, 全球彩虎剛才的 覺得宇宙非天下餐 佛法治理 生命殿 veio 精寺與你在一起